縣長林明珍與縣議員許樹霞、吳瑞芳 日前到陸國鄉公所前廣場 會看陸葬路到莊正路的排水溝淹水問題 縣長林明珍表示 因排水溝排水不良 下雨時經常會淹水 因此需要重新規劃設計下水道 每到下雨 整個道路都淹水 排水不良 所以今天我們像這個 這個營建樹增齊大概有5600萬 5600萬要做下水道的改善工程 如果做完成之後 我們就不擔心 陸葡香、陸張路、中正路 就不會有在沿水的情況發生 本次工程預計在7月份開始動工 縣議員許樹霞感謝縣府相關單位的用心 並期盼工程能早日完成 就是在我們陸葡香 我們的中正路跟陸張路的這兩側 它的一個雨水下水道的一個設施 所以館長對我們民眾的訴求 我們也非常重視 是苦民所苦 他會利用下午的時間 來到我們這個現場 來為我們的鄉親做一個說明 所以在這裡也非常感謝 我們縣府的一個用心 在這裡大概是我們7月 就可以來做一個施設 所以在這裡呼籲我們家所有的鄉親 在施工當中呢 如果說有交通不便 請大家可以多多見諒 我們這個下水道做好了以後呢 可以改善我們這個 這兩個斷的地區的 這種水的一個 淹水的一個問題 縣議員吳瑞芳也希望 藉由下水道工程重新施作後 能解決淹水問題 保障地方的居住品質 陸張路跟中正路的雨水下水道 今天特別來這裡匯勤來看 來聽那個實證報告 做了是我們就因為水溝 因為那個不通 所以說希望能夠下水道做完以後呢 能夠有所改善 經費也是5600多萬 來這條很龐大的經費 能夠改善這個 陸張路跟中正路的 下水道的排水 議長何勝峰表示 排水不良問題困擾地方許久 期許排水道工程能早日完工 讓地方相信能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記者陳建豪入股採訪報導